今天的5号台风杜苏瑞 我们老早就在关注了 从它还是一个baby 是一个胚胎的样子 我们就在关注 因为它这次生成的这个样子 是气势汹汹 会影响到上海 以及周边的东南沿海地区 但是经过漫长的发育和发展之后 现在大多数人预测的限度 应该是基本上从台湾的南部 向福建沿海登陆 早些时候应该是认为 是从台湾的北部 向浙江沿海登陆的 现在这条路线来讲 应该是远离上海了 对上海的影响 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大 但是整个台风杜苏瑞 很有可能在行进过程当中加大 所以它会在登陆之后 进入到我国的内陆 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像江西安徽这些地方 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 那这样的一个台风 也必须要重视 在本周后期 它将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 影响到气温 我们这个高温 看来在上海来讲 应该是看不到了 谢谢台风杜苏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